你好 我们跟沈总约过了 好的 先生等 沈总 这里有两位客人找您 行 那你先带进来吧 你行啊 猴子 找人前期了都不告诉我 是吧 什么前期 投资人提前到了 你要不赶紧准备一下 准备什么呀 炎咬神在门口上 你行啊 猴子 什么前期 投资人提前到了 你要不赶紧准备一下 是吧 前台你还跟我装饰 是不是 沈总 实在不好意思啊 本来说的是下午 那个研究也急着点 过来看看 丁老师 你就是美国来的投资人 你好 我是欧帝资本 颜小陈 你好 颜青 真是原家如晨 怎么办啊 看他这表情 这事悬了 颜青里一直皱着眉头 生什么疑惑吗 不妨说出来 大家探讨一下 资料 资料虽然准备得都很齐全 但是仔细看下来 内容都很模糊 坦白地说 这些资料确实是我们在 一两天之内匆忙 整理出来的 好 面对投资还如此蛮不惊心 看来沈总是对这次合作 不太感兴趣 那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您有商业误导 我尊重每一个合作方 但我们公司确实是处在一个 攻坚解论 我们公司的每一个员工 都在加班加点地 为自己的新项目而忙碌 况且 滴水不漏的资料 不如你眼睛里眼见为实 并不是我自吹自雷 我们公司确实是处在 一个被梦想所指引 充满活力的创业氛围内 那沈总的梦想是什么呢 这不仅是我的梦想 也是这个公司的梦想 我记得在八年前 发生了一件事情 通过这件事情我意识到 在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每一件事情 都是公平的 从那以后 我就想创立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 每一个人都享有 同等的教育资源 知识改变命运 在全世界教育 依然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 关键因素 那沈总是怎么看待失败的呢 毕业后的某一天 我在一个小窗户里 和我的同学们在海底 我们在聚会 那时候我说过一句话 我们的未来是星辰大 我希望凭借我们的自身努力 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有一句话说得好 远行的船坡 不一定能到达目的地 但是他却能给 下一个船长留下重要的航线 了不起 伟大的理想 也离不开资本的信任吧 从目前来看 贵公司的盈利模式 非常不多 甚至前期提供的课程 也都是免费的 从财报上来看 盈利情况也不太乐观 我相信没有一个商人 是愿意做亏本买卖的 所以即便如此 沈总还是依然 对自己的理念很自信吗 连经理今天之所以 会出现在这儿 那说明的一点 我们公司做对了一些事情 我们公司一直致力于 将科技和教育结合在一起 降低知识获取成本 海量吸纳用户 提高AI学习能力 形成了独有的算法 从而使我们公司 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那沈总有没有考虑过 如果后续再没有资金的注入 贵公司要如何维持运转呢 我这个人 没那么轻易放弃 我始终相信一句话 种下梧桐树 才能引得凤红来 言经理您稍等 我去找司机把车开过来 好 小辰 沈总还有什么问题吗 晚上有空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我一会儿还要工作 那你什么时候会再来公司啊 后点吧 我明天要去处理一些私事 好 我当你 先走了 你好 你什么情况啊你 你回国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要不是赵雨桓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你在上海 他们俩下得是不是活都没了 沈猴倒还好 就赵雨桓见着我就跟见着鬼一样 那也不意外啊 她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了 我还是一次没见过大梦大浪的样子 这不就是她的大梦大浪吗 你这跳楼求婚演的是哪一出啊 我突然想不到的呗 好玩呗 行 你要没事你就来我酒店呗 好久给你背上啊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等着啊 干嘛去 跟你没关系 来来来来来 这一杯庆祝我 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姐们 干嘛 干嘛 你婚礼准备得怎么样了 别提了 我都快累劈了我 你知道赵雨桓这个人的品类啊 真让人不敢恭维 我觉得她这辈子最好的眼光与词 也就是看上我 妈呀 这口狗粮可是让我吃得猝不及防的 本来我是不想办婚礼的 就是个仪式 兴师动众 劳民伤财 但我一看我妈那副期待的样子呀 妥协了 你是不是还没去看阿姨呢 我还没来得及去呢 你别担心 我上次去看她的时候 虽然还是什么都不记得 不过气色挺好 这一年多 谢谢你 总替我去照顾我妈 谢谢你 你跟我还渴近什么 尽我最后的单身生活 好 加两杯 你喝慢点 你不能喝 你就别喝那么快 你还记得上次你喝多了 突然人家一车 还是我付的清理费 我这次还让你付快 再倒两百块了 这杯叫单身生活 好 那我这杯呢 你这杯就叫 疯疯吧 漂亮 来 走一个 来 慢慢喝啊 其实 只好这三年来一直在找你 我声明啊 我严格保密 没有向她透露一点 连赵玉环我都没有说过 倒是你啊 你回来竟然主动先去找她 我这可是因为工作啊 你说这个时候 接到这样的项目 谁说就不是缘分呢 沈侯特跟以前 不太一样了 我们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对了 你还没说呢 你今儿碰着前妻什么情形 你不用笑 我告诉你今天看颜耀晨的时候 你眼睛都直了知道吗 跟探照灯似的 嗖嗖嗖嗖嗖嗖嗖 不过你今天这桶慷慨陈词 我佩服了 我估颜耀晨也后悔 后悔到初抛弃你 她真的变了很多 对 变了 变得更可怕了 你说她今天坐在哪儿 那个龙冰冰的样 你说她这次活泼了 是不是就想公报私仇啊 借着跟我们谈生意来告诉你 她不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人 恰恰相反 她知道是我们的公司 还愿意来接洽 你不觉得这反而说明了一个问题吗 说明了 说明咱们公司好 人人都想投 这个颜耀晨今天还说咱公司 这不行那不行的 她就是想让我们把公司便宜卖给她 你不了解她 这些啊都是谈判技巧 我反而觉得 她今天是有意在试探的 猴子 是我没长大还是你没长大呀 三年了 你给她打过多少电话 发过多少短信 她理过你吗 你怎么还在这儿自作多情啊 你不用瞪我 瞪我你也是自作多情 我跟你讲 自作多情这方面 我赵亦还 自贪不如 好吧 那咱们怎么着啊 追她回来啊 她当年 受了那么多伤啊 我也不能为力 但是现在 她如果肯再出现 我觉得 肯定会转机